CCTV 2014年度三农人物推荐活动正在进行 寻找三农人物追逐中国梦想 CCTV 2014年度三农人物世界展播 由中国农业银行特约播映 2014年8月份 我索尤参加联合国第六届不同 我明年弄这个大会 在会上我呼吁拯救被花费 与初造计无然的土壤可不容欢 我的法院来到了联合国联大主席阿世 和联合国民主党里搞出认痛 潘军文说 您是第一位在联合国推动 突然无然与生态治理的人 并且要让中国突然无然治理技术 为社会 为世界多多工具 我是22年摸了两检 第一个是研究了初潮机附着用 及土壤无然治理技术 就是耐按初潮安全填加剂 第二个就是研究了咱们的非老渐量技术 我对初潮机不太信任 初潮机它能把这个是超撒失 不认为把弄作无杀 我就想如果研究一种这样的暗天技 既能粗潮又不会印象量的采量 后来我到这个清海 一实验都是六年 我研发了这个大零式非料处境机 这个非料减量技术 来到了这个农业部 农具体光中心 大面积的实验实战 用这个推广 从而零零七年开始到现在 九十面积达到了八百多万 一样是中下都不脏了 不脏暖年的地方 把这个水都是无然天 自理成这个变成亮天 安全气呢 事实上它是一类的这个霉 所以说出草机 得它变成低毒和无毒的一些化合物 从而呢 不对这个作物产生危害 经过在大陆的这个实验 这个有了有了 这个土壤的你们看吧 明显里头发泉了 是吧 两个克拉袋 它这个减少不仅仅是化费量减少 更重要 它对土壤有无然 对整个环境大切有无然 这个作用也是很大的 土地是这个粮食身份的根本 粮食是人类身份的根本 我的梦想就是真旧被花费 与除了有无然的根底 让人类磁场真正的完全食品 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聚焦三农 为您喜欢的三农人物候选人点赞 请不吝点赞